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在高空当中还能够享受美食 准备飞机餐就不能马虎 而且加上在半空当中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食物的保鲜更是重要了 今天的善方宝剑 我就去了解设计飞机餐食谱背后的询问 飞机餐一般在飞机起飞前的 4到8个小时就准备好了 所以在选择食材的时候 必须要选那些可以在长时间之后 仍然保持新鲜的 比如说生鱼片和其他生的食材 就不可能出现在飞机餐上 就算是熟食 比如说牛肉也要经过特别的处理 让它保持水分和口感 我们用牛肉是希望它可以守住 它里面的水分 比较容易守住它的水分 吃下去那个口感会没有那么干 鱼肉也是一同一样 我们的它是整件 一件大概有80个 所以我们也是它中间 吃下去也是比较不会 好像很干很老的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准备飞机餐的时候 它其实挺有挑战性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准备了之后 就马上把它冷却 然后在飞机上面又要把它再弄热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的话 你在准备比如说这个牛肉跟鱼肉的时候 那个火候 温度 时间 有没有做一些调整吗 有 这个我们全部都是比较高温一点 去处理这个 刚刚而是要全部能见鱼肉 我们是真的开大幅一点 去守住它 外面是守住 外面是熟了 里面还是生了 鱼肉我们也是比在餐馆里面的温度 也是真的高了 这高都成20度了 就是时间是短一点 就到它飞机上面 在重生翻乐的时候 就希望跟智能平衡那个时间 陈日空航空公司 这次特别请了酒店大厨 刘青汉师傅 为生物旅客设计飞机餐 看之菜色有多诱人 芥末袋子配芒果 淮山配皮蛋 海蛇加水煮虾 芹菜加上黑木耳 再来煮菜可以选择 黑椒牛排配一面 或者烤鱼配橄榄炒饭 甜品则是桂花糕 其实不管是商务舱 还是经济舱的飞机餐 要让它在高空中吹下去的时候 味道能跟在陆地上进食一样 就非常考验厨师们的功力了 有研究者显示 在三万多英尺的高空当中 我们会失去大约20%到30%的味觉 就好像一个人感冒的时候一样 也就是说吃东西会感觉味道比原来的淡 所以厨师在准备飞机餐的时候 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做出调整 这个我有观察过 反正坐飞机感觉比较冷一点 人吃东西就是好像会比较喜欢重味一点 所以我就把我们那个菜脯的东西 我会比在我们餐馆用的东西 再加到5%的调味比较重一点 就是希望它在上面的气压的减低 平衡那个分别 对 只加5%吗 对 大概5% 那也是怕有些人如果太重了太厉害 他们有些人会比较注重健康 为了控制成本 飞机餐每一份食材的用量 比如说袋子要多少克 牛肉又多少克 都是必须要算得非常精准的 他们比我们想精准还要精准 那可能他们量也是很大 那个飞机量 每一天都那么多的量 所以他们会成本控制 那边他们也是很注重 当然了 除了要照顾到食物的味道 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到食物安全 所以厨师说 做飞机餐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从冷藏到使用 不可以超过48小时 那如果飞机延误太久 往往一整批的飞机餐 就必须丢掉换一批新的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志音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